有人说在世界的某个地方存在着另一个我 但你有可能永远也见不到 而在这个世界里你却可以打造另外一个自己 一号选手菜鸟玩家 以羊毛快为主体配上一些招式物品 一个连自己都不一定能认出的自己 就这样完成了 二号选手身穿钻石套装的大佬玩家表示就这 然后开始自己的表演 在外观方面追求细节是必不可少的 但光有外观怎么能算得上是大佬呢 得再来点别的 没有什么动作能比盘古托天更好地展示自己的力量了 就决定是你了 拖去的大草坪上都感觉空荡荡的 那就建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 这样才更有生活味道 虽然这样的作品可以说已经堪称完美 但在大神玩家的眼里 总觉得哪里还差点什么 话不多说直接开干 更加细致的打扮自己是必然的 而拖起区区一片草坪 已经无法满足大神的需求了 当大神在电脑中用起了电脑的那一刻 就知道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接下来发生的画面让我简直不顿口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